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台康雄雲昨天舉行記者會 終於宣布總教練的人選 也如同外界的預測 就是呼聲最高的那個男人 洪一忠 走來去年3月初我就發過影片 分析台康雄雲前載的六位總教練的人選 當時我提過認為台康最適合 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總教練 就是富邦的顧問洪一忠 因為我真的不希望 這位台灣最多聖的總教頭 就這樣以顧問的職位結束職教生涯 而且我也很想看到 如果一支全新球隊在洪一忠的意志下組繭而成 那他究竟會變成一支什麼樣的隊伍 如今願望成真 台康真的贏來了洪總 昨天記者會唯有到場 威風真的跟國際賽沒兩樣 顯見媒體對於洪總的愛戴 跟球迷是不相上下的 那今天讓我們把焦點放在洪一忠總教練身上 聊到他從選手到教練時期的奮鬥過程 當然也會針對台康鎖定洪一忠 當總教練的原因從四個角度來切入 首先我們得先介紹一下洪一忠的過去 出生自高雄的他 選手時期先帶過兄弟相 後來前往高頻雷宮 在兩聯盟合計出賽破千場 一共拿過七座捕手金銷套獎 曾經從職棒四年的10月3號起 一直到職棒七年的5月23號 連蹲兩千局 可以說是前五古人後五來者的輝煌紀錄 在兩聯盟合併之後洪一忠曾被視為叛將 使藍倫雄球團繳納回饋金250萬元才讓他解禁 得以用教練的身份重返中職 後來在大田佐師禮隊之後升任總教練 從熊隊到桃園執掌兵服長達15年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內 洪總也曾失去義軍的執教兵服過 在2020年因為戰績不佳 而被降到俄軍一年的時間 直到2011年 藍龍熊北千更名桃園之後 才再次回到義軍的舞台上 後來帶領藍兵狗開創六年五貫的王朝 2019年球季結束之後 全員補強不手軟的富邦 把目光放到了教練團身上 開出了三年復數約來網羅洪運中 洪總也在這時告別了桃園 前進富邦接下全新挑戰 想不到兩年的時間過去 富邦戰績未見其色 結果在三年一月的最後一年 洪運中必須交出兵服轉任顧問 也無緣在富邦完成千聖的里程碑 相比桃園時期 市場勝軍也常常在風王慶祝時 被自家球迷拱著跳舞 來到富邦的洪運中 大概只有陳生來開球時最開心 其餘時期帶兵都愁容滿面 加上連連的疲累 身體也出了狀況 2021年季前還動刀摘除肺部的結節 這可能也是洪總會選擇 在2021年賽季結束之後 向球團請辭的原因之一 洪運中也提到 雖然過去一年的時間都在休息 但很感謝球迷沒有忘記他 也一直對於他的未來動向很關心 當然他更感謝台康小英球團 為了他把總教練位置控了半年 只要他跟富邦的三年合約走完後 才正式接觸 可以看出台康的誠意 確實讓洪總相當滿意 說老實話 台灣為了洪總布了這個局 應該是他們成軍不久 就已經開始在計劃的了 從很多端倪都看得出來 首先是教練團成員 台康選的第一任統籌教練林正賢 跟洪運中有多年的交情 最早在雷公隊時兩人就同隊過 也在棒斜承辦的B級教練講習中 跟洪運中一起當過講師 後來接到洪總邀約 告知藍路集團要接手第一警港 需要他一起過來打拚 林正賢因此成為熊隊的初代教練團成員 一開始他擔任的是跑累兼任外野教練 跟著洪總從熊隊到Lamico 兩人的交情應該不用多說 由林正賢擔任台康第一棒的角色 後續再交棒給洪運中 當然是非常合適的 除了林正賢以外 台康後續找的教練們 或多或少也都跟洪運中有一點關聯 像打擊教練路易士 選手時期在台灣就待過兩個聯盟的他 跟洪總一樣都是先兄弟後雷公 路易士對於洪總的印象非常深 還給過他Iron Man的稱號 認為洪運中在選手時期就是一位非常自律的人 甚至很少看到他休息 就跟鐵人一樣 還有另一位協助指導打擊的教練蔡玉祥 跟洪總也是十幾年的交情了 今年他離開了樂天二軍轉從台岡 可以跟老戰友林正賢一同輔佐洪運中 另外像首輩教練鄧史洋 選手時期當過洪運中的國際賽隊友 投手教練蕭韌問是美和時期的學弟 後來教練黃甘寧 當初也是洪總贏劍才去富邦的 大概只有日級投手教練橫田九澤 是真的跟洪運中比較沒有重疊到的選手之力 除了教練團成員以外 在去年底的擴編選秀會上 台岡挑進的選手 其實也能感受到洪總的存在 像張錫楷當初在桃園時期選秀時 他就是洪總指名要選的 除了對他的下構很有印象以外 也認為他的長相很加分 只可惜後來入隊還沒有太多的接觸 洪總就轉隊了 但到富邦之後他還是一直有 對張錫楷的表現特別關注 之前接任六場一奧運資格賽 中華隊總教練時 也提過會把張錫楷納入先發投手的選項之一 那昨天在記者會結束後的訪談時 洪總也提到一個小細節 就是關於張錫楷的培養 他會希望借重橫田九澤的能力 因為在他的印象中 橫田是很會調整下構投手的教練 過往兄弟的黃金潛水艇廖宇成 也是給他帶過之後進步很多 即便張錫楷目前遇到一些瓶頸 但台剛還是希望能夠讀讀看 如果他能夠復活 就會讓球隊多一個先發選項 另外像胡冠宇 洪總也特別強調 在富邦時就對他很有印象 除了有潛力以外 練習態度也非常好 只是當時機會不多 他認為換了新環境之後 不關於或許會有新的突破 畢竟以前在富邦 可能上面有學長 他會比較幫手幫腳 下來台剛他變成比較資深的 發揮空間應該也能更大了 那說到底 為什麼洪運中適合台剛呢? 這個問題是很多人關注的重點 我們可以用四個角度來切入 第一當然是他的執教成績夠好 就算在富邦帶隊的兩年時間 洪總的勝率都不滿五成 但他17年的執教生涯 還是擁有五成四零的高勝率 也帶一隊拿過七次的總冠軍 接下來要邁向前勝 在台灣也還沒有人能夠看到他的車尾燈 第二是洪總的嚴謹治軍 符合台剛的需求 連同手教練橫田都說 他對洪運中在熊隊當總教練時的印象就是嚴格 洪總自己也知道 也了解不是每個選手都會喜歡自己 但他會繼續做他認為是對的事 也必須要堅持下去 在記者會上 台剛會長、董事長和洪總自己都多次提到 希望把台剛熊林這支星球隊 打造成一支有紀律的隊伍 可以看出雙方裡面一拍即合 洪總也提到 選手在場上必須要自律 控管自己的情緒 不要太興奮、不要太生氣 當然也不要太沮喪 他會把這樣的精神傳達給選手們 相信年輕人做起來是會更容易的 第三,台剛成立以來一直強調地緣 希望能夠打造一支受到高雄市民喜愛的球隊 所以在選秀的取材上 鎖定了很多有地緣關係的球員 同時在教練團的選擇上 也多半找了在南部有多年執照經歷的人才 毫無疑問的 高雄出身的洪運中完全符合這項條件 這也是他睽違12年之後再次重返高雄執照 他也非常渴望 畢竟自己年輕時有很多回憶都是在高雄度過的 現在能夠再回去當然是求之不得 第四,是洪總的名氣夠響亮 除了拼謙勝這個話題以外 洪運中本身就是一位自帶流量的總教練 不管是上來跨籃吵架也好 在場面看到富邦失誤時垂頭喪氣也好 又或者風望時開心的跳舞也好 洪總的一舉一動甚至一言一行 都能夠讓球迷關注 媒體也是一篇接著一篇的報導發 有機會用比較少的球數解決打者 那當然啦 選手對這個好多大有意見 教練也有 所以洪總在休息區站在邊緣 也是在對裁判有些意見 梁總先生一開始是先給一個警告 那後來是直接趕出去了 這也是台灣隊等於是連續兩天了 昨天是台灣巨砲陳金鋒 今天是洪總教練還有劉佳豪教練 都被驅逐出場了 像台岡這樣的新球隊 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戰績 而是要想辦法製造話題 找一個自帶話題的總教練 那當然是事半功倍 如董洪總在記者會上說的 如果把球迷帶進來 讓他們走進球場為台岡加油 會是他們接下來最大的難題 很明顯的台岡現在贏拿紅衣中 跟當初富邦簽下紅衣中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 當初富邦給洪總三連約 就是要想辦法在這三年內 拚一做總冠軍 因為他們認為球隊的戰力已經很完整 但總事前卻離門贏角 希望能夠把台灣最強的總教練找過來 交出一張漂亮的陳吉蘭 但現在台岡給洪總三連約 目標當然就不是總冠軍 而是希望他能夠打造出一支 有紀律的隊伍 為年輕球人打敵 同時想藉由他的關注度 讓更多棒球迷 特別是高雄市的棒球迷 可以注意到這支新球隊 我認為這個策略的執行非常成功 就算今年只是打二軍 相信他們的媒體版面 絕對不會少得 有上次今天的影片 你對於紅衣中正式接任台岡總教練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其他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S9H對我副頻道 是在探訪生活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